行政长官李家超每日阅读《大公报》 他上任半年,三次为《大公报》赞文 两次出席《大公报》活动 亲临大民集团接受专访 透过《大公报》的报网平台发表他的所思所想 淺述期施政理念,李家超出席其他颁奖典礼 亦不忘祝福《大公报》,希望与《大公报》攀手向前 去年12月26日,李家超首次述职从北京回港后 第一时间就为《大公报》赞文 表达了特区政府未来施政三大方向 包括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把握好一国两制优势,推动青年发展,吸引和培育人才 2023年元旦,李家超是《大公报》发表新春何词 表明会制定完善通关方案 尽快让香港社会全面活起来、动起来 作为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将《大公报》历久微生 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得到特区政府充分支持 2022年6月《大公报》仍来创刊120周年 习主席向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祝贺 何信宝含了总书记对《大公报》的亲切关怀 体现了中央对包括《大公报》在内的 外国外港媒体的充分肯定 将为新时期香港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庆祝仪式上,李家超以后任行政长官身份致辞表示 我深信《大公报》会继续担当历史的见证者、客观、公正 持平报道一国两制是香港特区的成功实践 充分利用《大公报》立足香港 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开拓创新的独特优势 讲好香港故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福兴作出贡献 今年是《大公报》历史上第三个任营年 我祝贺《大公报》 昂然走进第三个杂志 为香港的新片江 为国家的繁荣富强 为世界的合并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去年10月下旬 李家超刚发表了任内首份施政报告后 第一时间来到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 接受独家专访 进一部浅述其施政理念 去年12月 李家超是出席中国证券 金子经奖颁奖典礼上 他心情表示 感谢大民集团 深信以创刊120年的《大公报》 会继续与香港一样 迈步向前 我深信《大公报》 会继续与香港一样 迈步向前 2023年新年依此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分别在《大公报》 《高官论坛》专栏发表长篇文章 就各自工作 向读者作权威解读 引起广泛反响